苹果这功能真的要被安卓手机笑死 在开始今天的BB之前 小维想要问小伙伴们一个问题 是通话质量 上网信号 游戏性能还是拍照效果嘞 上面说的这些都很重要 不过对于小维来说 毕竟打工人的通勤日常 除了公交就是地铁 有了NFC直接滴一下刷卡省了不少麻烦的步骤 这一点安卓党应该深有体会 NFC从当初的旗舰机标配 到如今的千元机也有 早就成为了我可以不用 但你不能没有的存在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市民质疑合肥通迟迟不加入Apple Pay交通卡 合肥通最近来了个官方回应 名侦探小维搜索了一番 在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上 发现了合肥通卡公司的详细回复 一道苹果这儿 好家伙 给钱的是合肥通卡公司 收钱的反倒成了苹果公司 和苹果相反 以上这三个要求和费用 其他安卓手机品牌 基本上都不需要 不卖关子 满打满散也就26个 和苹果在国内的用户基数相抵 真的是太少了 而安卓这边的情况 和苹果恰恰相反 就拿小雷手上的小米手机来说 目前NFC交通卡 已经支持311个城市 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英 在小雷看来 苹果之所以对新功能 一直是慢吞吞无所谓的态度 无非是出于傲慢 就像今天说的NFC交通卡 苹果也是一直等到 这几年安卓这营全面推广 并取得成功后 才选择开放NFC的功能权限 哦后面苹果只需要在 已经成熟的NFC交通卡流程下 再和各城市的开卡公司交接就行了 这招鸡贼得很 这招鸡费的